好 下我们看第13个考点 法定事项跟约定事项 这块肯定是考试的重点 要复习合法解法的时候 需要大家不断的分清 约定事项跟法定事项 它相后顺序问题 谈到这个考点 咱们直接画张图看一下 大家需要区分 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这个有些事项 它是法定的 注意 如果是法定事项 指的是必须 按照合法解法的规定去处理 按照法定要求去处理 这个合法协议 不能越历史半步 不能自由约定 例如咱们讲到 这个普通合法人 他能否从事 同本企业向竞争的业务 这块是绝对不行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他绝对不能从事 同本企业向竞争的业务 因此合法协议 就不能够自由约定 或者讲到 这个普通合伙人 将筛材份和出制的时候 做质押 那么就必须 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这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够越来迟半步 不能自由约定 或者讲到 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可以拿劳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 不能以劳务出资 这些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必须这么干 这是第一个层次 在第二层次呢 有些事项 他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关键是呢 这个合伙协议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这时候才看法定 那么讲法定的话呢 大家注意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看一下 这个六加四 这个六加四的话 指的是呢 有十个事项 做决议的时候 他是相看呢 这个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需要经过呢 这个群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才可以 那么讲六的时候 有六个重大事项 咱们前面讲过 像改变名称 改变地点 处分不动产 处分知识产权 等等 这六个重大事项 是这么一个决议方式 相看合伙协议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需要经过群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 然后还有四条 那么这四条的话呢 我们放一块来讲 像第一条 这个普通合伙人 这个新入伙 新入伙的话 他这个决议方式 是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需要经过群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才可以 咱们第二处呢 是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这个对外转让 才占凤凰 对外转让的时候 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法律规定 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同意才可以 然后第三处呢 是这个身份的转变 普通合伙人 他转变成有限合伙人 或者有限合伙人 转变成普通合伙人 这个身份转变 怎么做决议呢 是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需要经过群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 然后第四处呢 是修改或者补充 合伙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 类似于修改章程 他的决议通过方式 也是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需要经过群体一致同意 这是6加4 这十条这个决议规则 来需要搞清楚 然后第二个是4 4的话呢 有四个事项 他也是先约定 后法定的 什么意思呢 例如对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能否从事 同这个本企业 向竞争的业务 他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他是可以从事 向竞争的业务 但第二处呢 有限合伙人 他能不能 同本企业进行交易 交易的话呢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法律规定 他是可以进行交易 然后第三 是有限合伙人 出置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的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他是可以出置 然后第四点 讲的是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呢 他的合伙协议 能否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那么讲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首先需要考清楚 这个合伙协议呢 他是可以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协议本身可以约定 关键是呢 如果合伙协议本身 他没有约定的时候 协议没有约定 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是不能够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这个顺序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楚 这是6加4加4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他如果某一个事项 这个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 他也不属于6加4加4 就不属于这14种情况 那这个该怎么做决议 例如说合伙企业 准备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的时候 怎么做决议呢 是先看合伙协议本身 有没有约定 如果协议没有约定 他也不属于6加4加4 在这种情况下 采取兜底条款 兜底条款呢 是群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群体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他也把这张图 需要搞清楚 这是约定法定 这个先后顺序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 实际类似的问题呢 咱们前面讲到 这个事务执行的时候 曾经讲过 例如还是呢 ABCD 这四个合伙人 他成立假 这个普通合伙企业 让AB的话呢 来执行企业事务 但是呢 A在单独执行企业事务的时候 谁对A执行的事务 有权踢入E呢 叫E权的时候 是其他事务执行人 这个B的话呢 他有权踢出E 但是CD的话 不执行企业事务 CD的话是没有E权 关键是呢 当这个B对A执行的事务 踢出E的时候 A的话呢 需要暂停执行 你先别执行了 现在问题是 AB到底听谁的呢 这个争端 该怎么解决呢 是相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的话 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注意这个事项呢 他也不属于6加4 在这种情况下 采取的是 全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全体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来解决这个争议 或者呢 咱们讲到 说假这个合伙企业 他准备聘请 以这个会计数所 来办理审计业务 办理审计业务的时候 怎么做决议 还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他不属于6加4 因此这种情况 还是群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群体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这是约定法定 这个先后顺序问题 搞清之后呢 咱们举几个例子 再消化一下 像第一题 他说某合伙企业 举行合伙会议 表决这个对外投资事项 但是呢 合伙协议 对该实验的表决办法 为作约定 所以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合伙企业 表决办法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如果对外投资 首先判断呢 合伙协议有约定 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他不属于6加4加4 因此呢 采取兜点条款 就群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群体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所以这个题选C 就可以 好笑看下第二题 他说甲乙丙丁 准备共同投资 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是有限合伙人 把人的身份搞清楚 然后各合伙人 经协商之后 草拟了一份合伙协议 该合伙协议的下列约定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这协议本身的 这个约定 所以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呢 哪些事项 是法定的 如果是法定的 是绝对不能踩地雷 然后哪些事项呢 他是相看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这个顺序问题 首先呢 我们看学员A 他这个甲 以房屋作家 10万出资 以的话以专利技术 作家12万出资 丙的话呢 以老物作家 10万出资 丁的话 以现金20万出资 这考的是出的形式 对出的形式需要盯住呢 就是老物的问题 来校分清 普通合伙人 他可以拿老物出资 有限合伙人 是不能因老物出资 这个丙的身份 他正好是有限合伙人 他不能以老物出资 财地雷了 A的说法 他不符合规定 财团选B 说经三个以上合伙人 统一 说甲乙可以向合伙人 以外的第三人 转让其在合伙其中的 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 作为甲乙的身份呢 他是普通合伙人 如果对外转让 财产份额的时候 他决议规则什么呢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相看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法律才规定 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但这题进攻的什么呢 是协议本身的约定 所以他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他约定 说经三个以上统一 或者经两个以上统一 或者经一个以上统一 都可以 怎么约定都可以 他不会采地雷 所以这个B的话 是符合规定 再看选C 他合伙事务 有这个假钉 共同执行 以柄不参与 这个数的执行 那么讲 事务执行的时候 对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又是执行企业事务呢 他是由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企业事务 有限合伙人 是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他说钉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定的话 绝对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这是法定的 所以合伙议 不能采地雷 C的话不选 再选D 说假以的话呢 以自己的财产份额出制的 说必须经过其他合伙人 过半数统一 对不对 因为假以的身份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出制的时候 是必须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采地雷 但如果是丙丁呢 丙丁的话 因为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出制的时候 是先看合伙协议的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这个题 只有这个B的说法正确 选B就可以 通过这个题 大家需要不断的搞清楚 约定法定的顺序问题 然后这个题目本身 怎么出 原来出的就是这个协议本身的约定 是哪个不能采地雷 哪个是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的 所以大家把这个题 需要怎么清楚 好 下来看一下第三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他选A 他说国有企业 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等等 这四类法人 他是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 但是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法定的 所以A的话采定来了 再来选B 他说有限合伙人 可以拿土地使用权 积极设备和老物出资 行不行 有限合伙人 他不能以老物出资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他采地雷了 B的话不能选 代表选C 说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 他说可以执行合伙事务 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两处采地雷 首先有限合伙人 是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对外呢 也不能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连着采了两个雷 C的话肯定不能选 再选D 他说如果合伙协议 没有相反约定 有限合伙人 他说可以经营 通本企业 向竞争的任务 对不对 有限合伙人 他的竞争的问题 是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他是可以从事 通本企业向竞争的任务 所以D的说法正确 选D就可以 那么这个体 还是考的约定法定的问题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看一下第四题 他说某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的下列约定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所以这个体需要看清楚 还是考的这个协议本身的约定 那个是符合规定的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事项是法定的 他不能自由约定 不能采地雷 不能越雷尺半步 但如果是先约定后法定 那他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看选A 他说普通合伙人 他现金出资 有限合伙人 那老物出资 这个采地雷了 有限合伙人 是绝对的 不能以老物出资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他问选B 他说合伙企业成立后 前三年的利润 说全部分别给普通合伙人 这个进攻的什么呢 对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他能否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对有限合伙企业 他是先看合伙协议 本身的约定 他约定可以 但如果协议本身 没有约定的时候 协议本身没有约定 法定的 才是不能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但这些考的就是 协议本身的约定 现在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协议是可以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所以这么做的话 这是符合规定的 但是如果是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协议 绝对不能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或者有部分合伙人 承担全部亏损 也不行 再选C 有限合伙人 讲 对外代表本企业 执行合伙事务 这是两处采雷 因为他是有限合伙人 是绝对的 不能执行企业数 对外也不能代表该企业 再按选D 他合伙企业 由普通合伙一人 有限合伙人 99人组成 行不行 因为这是有限合伙企业 他人数的话呢 是2到50 这块有上限 他不能超过这个上限 所以这个题 只有B的说法正确 选B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五题 他说甲乙丙 准备设立一个 有限合伙企业 甲是普通合伙人 乙丙是有限合伙人 他说下来合伙企业内容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所以这个题 还是考的 这个协议本身的约定 哪个是符合规定的 看选A 说乙的话呢 以老物 作家二手元出资 行不行 乙的身份呢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不能以老物出资 这块财地累了 不符合规定 再按选B 说甲 以其出的金额的两倍为限 对这个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这行不行 因为甲的身份呢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必须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但是B说 说这个甲的话承担有限责任 按照出资金额的两倍 你不管是两倍三倍 你毕竟是有限责任 所以这个不行 财地来了 三选C 说丙的话不得将其财产份额出资 行不行 丙的身份呢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出资的时候 是先看合伙协议本身的约定 这个合伙协议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可以出资 或者约定不能出资 都没问题 所以C的话呢 他自如约定 所以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D 说这个丙的话 是这个合伙事务执行人 行不行 因为丙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执行企业 所以这个题 选C就可以 好笑看一下 这个第六题 说甲乙丙丁 准备共同投资 说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是有限合伙人 还是呢 把他们的身份要考清楚 然后四个人草拟了一份合伙协议 该合伙协议的下列内容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这还是考的 他们拟定的合伙协议本身 是不是踩地垒的问题 考的是约定 说哪个是自由约定的 哪个不能踩地垒 看一下选A 说丙的话 担任执行术合伙人 丙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绝对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台地来了 咱们选B 说甲乙业房屋 作家三十万出资 乙业专利技术 作家十万元出资 丙的话业老屋 作家二十万出资 丁乙现金 五十万出资 那么谈到出的形式的问题 什么房屋 现金的问题 这个谈不上进贡的问题 你防守什么呢 老屋 因为这丙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是绝对的 不能以老物出资 这个采定来了 再选C 说丙丁的话 说可以将其参资份额出资 行不行 因为丙丁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他出资的时候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的约定 他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可以出资 或者约定不能出资 都没毛病 所以C的话呢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D 说合伙且名称为 还与商贸有限公司 这行不行 首先能出现公司俩字吗 这个不行 他必须出现哪四个字呢 有限合伙 四个字 这个体的话 选C就可以 这是约定法定的问题 咱们讲了六个题目 实际清一里边呢 还有N个体 涉及到约定法定的问题 这个大家必须搞清楚 所以这个第十三个考点 如果你刚才画的那张图 搞清了 然后这六个题 脑子特别干净 知道呢 约定法定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审题 基本就差不多了 好笑吧 看一下第十四个考点 是合伙企业 它的解散跟清算 这处是两个型号 首先呢 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解散事由 什么情况下 应当解散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第一种情况 是期限届满 合伙人决定 不再经营 第二种情况 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第三 是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第四呢 合伙人 已不具合法定人数 满三十天 讲到这个问题 首先呢 既然是合伙企业 人数是大约等于两个人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 观感司令 那么需要解散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如果是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呢 如果只剩下有限合伙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 照样是应当解散 然后看一下第五条 是合伙企业 约定的合伙目的 已经实现 或者无法实现 第六条 依法被吊销 依应执照 被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 然后第七 是法律形成法规 规定的其他原因 这是解散原因 这块如果考一个多选题的时候 这是百送分的 稍微注意一下 把三十天的时间 需要盯住就可以 但是讲三十天的时候 大家需要盯住呢 这个合伙企业法 有四个三十天 注意呢 总有四处 刚才是第一处 然后第二处呢 咱们前面讲到 这个通知退伙的时候 通知退伙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是无语约定 合伙企业 第二条件 不会造成不理影响 第三 必须提前三十天 通知其他合伙人 然后第三处 是讲除名的时候 如果被除名人 对除名决议 有意义的时候 他可以呢 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旨 三十天之地 向人民法院起诉 从接到之旨的三十天 除名何时生效呢 是被除名人 接到通知之 除名生效 然后最后一处三十天 是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能否将财产份额对外转让 对外转让的问题 前面解释过 看合伙协议本身是怎么约定 如果协议本身说约定你不能转让 约定不能转让 则不能转让 如果约定呢 说可以转让 你可以按照约定 对外转让 但是问题呢 需要提前三十天 要通知其他合伙人 所以这块有一个三十天的问题 但是讲到通知呢 两处通知 第一处呢 如果是普通合伙人 相互直接转让 只需要通知其他合伙人 然后第二处呢 就是有限合伙人 按照协议的约定 对外转让 也需要通知 这两个通知的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楚 再按第二个问题 是清算人 先按第一条 清算人正常情况 是全体合伙人 作为这个清算人 再按第二点 经全体合伙人 过半数统一 他也可以呢 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 在15天内 他指定一个或者数人 作为合伙人 就让部分人 让一个合伙人 或者部分合伙人 当然清算人 或者呢 这个委托第三人 当然清算人 也可以 他注意 他这是可以委托第三方 作为清算人 再按第三条 自合合伙企业 解散事由出现之期 如果15天内 他未确定清算人的 这个合伙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可以申请法院 来指定清算人 将清算 这是清算人的问题 这点的话 可以考小题目 因为他们筑块呢 是十年前 09年的时候 考过一次多选题 有十年没出题了 所以今年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再按第三 是债权申报期限 定住四个时间 第一个呢 是通知的时间 是从 这个清算人 自备确定之起 在十天内 要通知 债权人 然后第二是 在报纸上 进行公告的时间 在六十天之内 进行公告 然后第三个时间 是债权人 申报债权的时间 接到通知的 三十天 未接到通知的 自公告之起 在四十天之内 向清算人 申报债权 那么这四个数字 咱们后边讲 公司解散 跟这个时间 跟这四个数字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看一下第四条 是财产清算顺序 合华企业财产 在支付清算费用之后 它的清算顺序是什么 也就是说 它首先支付的是 清算费用 然后第二步呢 支付的是 所拖欠的工资 社会保险费用 和法定补障金 第三顺位 是缴纳所欠的税款 第四顺位 是清场债务 这个清场税的问题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第五条 它说违反合华企业法的规定 应当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和缴纳罚件罚款 其财产不足以同日支付的 应当首先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不管是合华企业法 还是公司法 跟这个说法是一致的 就首先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这块如果考单选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好笑咱们举两个题目 消化一下 先要第一题 这是呢 祝财09年考的那个多选题 他说某合华企业 解散时 在如何确定清算人的问题上 合华人加以丙定 各自以此 他项列主张中 这个不符合规定的什么 问哪个是不符合规定 看选A 他说假说 有我们四个人 共同担任清算人 有全体合华人担任 这个说法符合规定 但不选 但选B 他说以说 他说我说大家一直同意的 这个企业事务执行人 因此 说只能由我担任清算人 他说只能由事务执行人 都要清算人 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他不符合规定 把B给选上 再来选C 他说秉书 说建议在我们四人中 推荐一人都要清算人 有一个人 或者这个部分人 都要清算人 这么说没毛病 他符合规定 但是C的话不能选 再选D 说丁书 他合伙且清算 不允许有合伙人担任 因此建议呢 请一名注册会计师来 担任清算人 对吗 这个说法错误 的确呢 说是经过全体过半数统一 你的确可以委托第三方担任 但是正常情况 就是由全体合伙人 担任清算人 或者呢 经全体过半数统一 他可以委托部分合伙人 但是清算人 但是丁书 说肯定不允许 由合伙人担任 这个说法不符合规定 人家问你的正好是哪个不符合规定 所以选B跟D就可以 好笑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合伙企业解散清算时 企业财产 应当首先清偿的什么呢 讲清偿顺序 首先清偿的是清算费用 选D就可以 好笑看一下最后一个考点 是合伙企业的其他规定 只能这么说了 因为毕竟呢 这个第五章 考这个六七分的时候 大多数题目 就这个试题 是常规的考点 但是有的时候 出的老师呢 也会从边边角角的里边 也会出这个小题目 最多有一个 不可能说有两个三个题目 都是边边角角 这个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最近几年的确出了两个 比较贼的题目 我们稍微看一下 像第一个是关于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这个怎么去处理 以前考过一次 叫题目 像第一条 他如果A的话呢 这是境外的 这是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然后这个B的话呢 他也是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都是 这外国人 说他们两个 在中国境内 设立一个合伙企业 这是可以 两个合伙人 或者三个合伙人 都是外国人可以 再看第二种情况 说A的话是外国人 然后这个C的话呢 他是中国企业 或者是 这个个人 A跟C的话呢 在中国境内 成立这个合伙企业 照样可以 这是第一条 好 先第二条 这个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必须遵守 合伙企业法 以及其他 有关法律 形成法规 规障的规定 符合有关 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 说听下就可以 关键第三条 这个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用于出资的货币 说货币的话 必须是 可以自由兑换的外币吗 他这个货币 可以是外币 说拿美元出资 可以 然后也可以是呢 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这点需要搞清 他可以是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这个问题 你第一次听课 比较陌生 现在不用拿大红笔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后边讲 第十二章的时候 会专门讲这问题 外国投资者 他可以拿 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在境内 出资 这是没问题的 再看一下第四条 他说外国企业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起 说应当 由群体合伙指定的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 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 设立登记 看他这需要搞清 他的确需要申请设立登记 找谁去申请设立登记呢 是找工商部门 是由国家工商总局 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设立登记 大家知道呢 现在工商总局这块已经撤了 现在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市场监管局 但是咱们教材并没有及时的更新 因为这个法条就没有更新 所以这么写没毛病 所以在上课的话 还是讲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但是问题是呢 他申请的是工商等级 找工商部门申请工商等级 然后他领取的是营业执照 但是这个营业执照的话呢 领取的是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然后方可从事这个营业活动 然后第五条 他说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解散呢 应当依照这个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进行清算 毕竟他是要遵守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而清算人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期 15天内 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就可以 这是解散的办理这个注销等级 但第六条 他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的外国合伙人全部退货 但是该企业继续存续的 什么意思呢 说当时A的话呢 这是外国那个企业或者个人 然后B跟C的话呢 他都是中国企业或者中国个人 他们三个在中国设立一个饼 这个合伙企业 这是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 现在问题是A的话呢 跑了 所以他退货 指的是外方 全部退货 就剩下中方了 剩中方 这企业继续存续 在这种情况下 他需要呢 向登记机关 申请什么登记呢 申请的是并更登记 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17年考的这个单讯题 说境外 贾呢 私募基金与境内仪 有限责任公司 准备合作设立饼 有限合伙企业 一个是外方 一个是中方 在境内经营 共享充电宝项目 其中 贾的话是有限合伙人 仪的话是普通合伙人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设立饼有限 合伙企业时 需要遵守的规定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看选A 他说应当 有以复的办理审批手续 所以这会儿有审批手续吗 咱们第12长会讲 这会儿不需审批 如果不属于负面清单 这个谈不上 说设立环节 需要审批的问题 A的话不能选 再来选B 说假出资的货币 说必须是人民币 这个说法对吗 要假的话外方 他说出资的货币 必须是人民币 这个说法错了 他可以是可自由兑换的外币 也可以是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他说必须是人民币 这个不行 再来选C 说必须领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引进执照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D 说必须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事例登记 说你找商务部申请事例登记 对吗 事例登记的话 是找工商部门申请事例登记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只有C的说法正确 选C就可以 好 想看第二点 是依法纳税的问题 为什么讲这块呢 因为去年咱们主管 这块考过一个单讯题 他说合伙企业 它的生产基因所得 和其他所得 怎么去交税呢 是由这个合伙人分别交纳这个所得税 如果你是自然人 这种情况下 你交的是个人所得税 是由合伙人分别交纳这个所得税 这个合伙企业本身呢 它是不交纳企业所得税 因为中国的企业所得税 是法人所得税 你合伙企业 包括个人读的企业 是不就法人资格 所以这个合伙企业呢 企业本身就这个企业是不交纳企业所得税 由这个合伙人分别交这个所得税就可以 然后看一下去年考的题目 他说17年说 假有限合伙企业实现利润300万元 18年年初 合伙企业向普通合伙企业 以及有限合伙企业 各方面利润100万元 根据规定 他说呢 这个交纳所得税的主体是谁 是由这个合伙人 由这个仪丙丁的话呢 他分别交这个所得税 但如果你是个人 交个人所得税 如果是企业交企业所得税 但是呢 合伙企业本身 这个假的话本身 这是不交企业所得税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B就可以 讲到这呢 这个第五章的内容就讲完了 这个合伙企业的问题 他们上课用了四个课室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再强调一下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普通合伙人 跟有限合伙人 他的区别 必须搞清楚 然后第二个问题 约定事项 跟法定事项的问题 必须搞清楚 所以合伙企业呢 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 考点本身 难度是不大 但是需要大家准确理解 而且第五章基础班课件 听完之后呢 咱们讲习题班的时候 会用一个课室 会讲几个案例分析题 就如果考 考大题的时候 合伙企业 怎么去处理 但是出大题的可能性呢 相对来说 比较小 如果真出题 这个试分 需要坚决拿下来 讲到这呢 第五章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